和萬必有可能,袁李鳴,可惜我太值了 袁李鳴昨天9月17日和萬必媽主出席撩新節目活動 雖然他們倆曾經傳出過緋聞 不過自從萬必公開承認出季之後就不料料之 而袁李鳴就說如果他是值的話也很有可能 沒有啦,他宣佈出了季之後都沒有人 雖然很多人的主觀願望都希望我們是一對 但沒可能 自己嗎? 其實如果他是值的話,我想我都OK 雖然他不是我喜歡開那個旅行,即是萬必 但是我們相處樂其實都幾合 假如啦,但沒有,我又值不甩,他就捲到盡 是呀,拍了幾個月娃娃 四個幾月 嗯,他是政界中人,即是我們因政治而認識 林宇揚是,我們其實本身沒有什麼聯絡 即是聯絡都是我們五個人一起開會 做事為主,後來又私下有少少聯絡 跟著就聊聊天,就開始發展了 看到那個節目是有關於同性戀的時候 袁李鳴就承認曾經被TB追過 不過一想是Physical方面的問題就頂不住 那到底是哪方面的Physics先? 其實都有的,其實我覺得跟一個男生追你 是沒有分別的,即是都是很體貼,很細心 虛寒問戀,接你下班,送你,這樣 但到最後就覺得,不知道一想到要Physical 就覺得,哎呀,我都是喜歡男人 Physical? 是的,即是拖手都覺得好像有些不知道怎樣 然後抱著又覺得,哎呀,好像這樣 好像周身不聚財那樣,那我就發現其實我都很靜 其實我都很靜